这个加是不是加无穷多像 无穷多像 我现在找其中一个 一个极数来看 找这个 或者是我找这个好吧 我找这个 我又一旦找了这个的时候呢 反正A0 A1 我们现在都还不晓得是什么 对不对 我假设在某个状态下面 A1等于0 A0不准等于0 所以我的解释都只剩下偶次相 但偶次相呢 它会发散 只要W等于1的时候会发散 W等于-1的时候会发散 那这条会等于发散 那还得了 那就代表我的解释无穷大 我不是等于这个 这么一大串的东西相加起来吗 它加起来一定要等于有限值 不能够等于无限值 无限值就发散了 但是很明显的 经过我们这个判断 它告诉我它一定发散 那这时候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是 这个β微值数呢 我就设定成某一种形式 设定成n乘上n加1 那它一定加加加加 加到某一项 比如说β设定成6 加到这项卡等一点 OK 或者β等于某一项 它到了那项就被截断了 就没了 这样子也可以啊 那么它就不会变成发散 那我们这个结就是收敛 OK 等于说我们现在要让一个 一个polynomial 让它收敛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你真的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最后加起来是有限值 收敛 另外一种呢 它可能是发散了 或可能是 也不会小到无穷小 它就到了某一定值 就一直不动 那加起来无穷大 但是我可以设定 它到某一项之后就中止 那这样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让这一项 β 我就可以设定出 它的形式出来 这就好像刚刚的α 一定要等于m 的平方 对不对 那α我就求解了 β等于什么 还不晓得 β我现在告诉你 它可以等于n乘上n加1 因为这样子 就可以把它截断了 β我们就可以知道 α跟φ有关系 β怎么知道 紧接着我们在求 这个R上面的时候呢 β就跑出来了 它就会影响到 R上面的起 OK 我们基本上呢 就可以这样子假设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假设 set 我看看 因此在我们这个状态下面 我们让β呢 这个是第几次 第十次 converge 那唯一的办法 β 我们让它等于n乘上n加1 那这样子呢 我们β要知道 它的n乘上n加1 上面这整个式子呢 或者是我们的 整个式子呢 我们就会写成这样 那各位看看哦 这个 假设次项是固定的 你要到哪一段把它截断 就会 它会很多终结 我到了前面就截断 到了下一个才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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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到 我有好多好多终结 就好像n等于0的时候 他一个形式 n等于正负1又一个形式 n等于2又一个形式一样 那我的解呢 就很多个 跟谁有关系 跟n有关系 嗯 这边用n好像不太好 因为我们以前学的n都是放在r的上面 我们index的nlm 对不对 我们习惯都是这样 m已经在这边出现 l 我这个要把它变成l 所以请大家把前面的 所有的系数项 有n出现的地方 通通把它改成l 假设是这样呢 这边就变成l 把所有的n换成l 抱歉 就这样子的 我们的equation呢 就会变成l 第六诗 就会变成第十诗 它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θ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我们得到的解呢 P呢 它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θ θ 会等于 PL cosθ 这就是它的解 OK OK 下面这个呢 一样化呼噜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 你就可以解得出来 它就会变成怎么样 m不等于0的时候 P L M cosθ 这个都一样 我就是从中把它 硬把它接断 所以就相当于说 算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 就变成我们的解了 这边是写成l 抱歉 那这边通常都要写成l 不是n 在这边当然是n了 只是我们后来说 要把n通常改成l 对不对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样就代表 我们这个也算出来 这个也算出来 现在只是这两个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一点感觉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为什么才要发这张给大家 假如说 我们是legend function 请大家翻到第25 25 25 25这边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P啊 要是下面l是g数的 它就是g次的解 假设是偶次的 就是偶函数 所以它是g函数 或偶函数 OK 它的解有很多很多种 那它不只是这样子 它有没有微分的公式 有 你看 25.20 一直到达24 都是它很重要的几个公式 当你去算期望值啊 算什么的时候 都跟这个要有关系 那你不是前后 让微方去把它夹起来吗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到 其中的一条公式 我不是给你们喝麦吗 其中有一条公式 就是要用到 然后你一带进去 两三下 就可以把它摆平了 OK 这样子就很好做 好 没关系 我们下一次找个时间来做 Q等于1的情况 Q要是等于1的时候 A1一定要等于0 你只剩下偶次的 的equation Q要是等于0的话 两个都可以不等于0 你两种状况都可以有 所以我们要做个决定一下 怎么样会得到更完整 OK 那M不等于0的状态 下面就属于另外一个associate OK 假设各位同学 你对于这整个的过程 已经有点搞不太清楚了 最好办法 回去翻我们那本应用数学 对不对 应用数学叫什么 我们那本叫crazy 对不对 就是很crazy 拿到课本就快发疯了 因为它很厚很重很大 OK 那是来健身用了 但是呢 其中有个部分叫serious solution 急速解 第五章 是吧 OK serious 不是早餐卖片的意思 是急速的意思 OK serious solution 你看那一张 它有将legender 解到social legend 你这整个过程 你都会看到 它都要采取同样的手法 一步一步的把它解出来 那这个一样化呼噜 我只是告诉你 它里面多一个index出来 但是 有个要求 你看看哦 associate这边 请你看看 第26的这个 请你翻开来 看你26.3 跟26.4的四 这两个四子 这边的 26.3 26.4的四 26.3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不是associate是PLM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PL 对不对 它告诉你 假设M等于0 其实就是它 废话 我们这边这个解 就是假设M等于0 得出来的解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把上面这个M带0的时候 解一定要是它 没错 这个不稀奇 下一个才稀奇 下一个它告诉我们 PLM 等于0 ifM大于L 也就是说 上面的这个M 无论如何 一定要比L来得小 这是这个解收链的 基本要求 但是M又要等于什么 又等于整数 所以它就告诉你说 我这个L 我这个L 这个L就是它下面的 这些几次方 它也是整数啊 所以我的L要是等于 假设 我L要是等于1 那我M有哪几种写法 P1 我可以1 P1 0 P1-1 对不对 就相当于说 我这个M的分布 因为它告诉你 只要大过它 就一定等于0 所以M呢 无论如何 小于等于L的绝对值 这个才是它的范围 这个才是它的范围 所以它告诉我们说 L 下面一个M M的变化的程度呢 必须要比L来得小 OK 好 算了 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要开始 上面这个 第三 有问题的举手 有问题的举手 好 来 什么东西 M的绝对值 M的绝对值 对对对 因为我人刚刚站在另外一边 OK 谢谢 OK 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告诉你 怎么用这个 等我们这个讲完之后呢 我们要来复习大家算的 期待值 从Hermite开始 算一次 我们先用最笨的方式 就是用Wave Equation 然后我们在 轻原子能界 再用最笨的方式 再算一次 然后我们要整个 转换的Operator 再运作一次 让大家看 OK 你就可以了解 很多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Fi上的解是这样子 Fida上的解是 这个样子 我们常常喜欢 把Fi跟Fida 两个结合起来 OK 我们喜欢这样子做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一件事情 Fi 这个东西 有没有证交特性 这个东西 有没有证交特性 有嘛 对不对 这个东西 有没有证交特性 也有 我们找一下 那个 Associate Legendary的证交特性 在哪边 26的 26.14跟15 对不对 好 这边他有告诉你 我们喜欢呢 我们喜欢呢 两个 乘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 Define一个新的Equation 把这两个加起来 PLM Cosine Theta 跟Explanetial IM5 这两个把它乘起来 我们把它叫做个Y L M的 Fida跟Fi的函数 剩下这样 Normalization就好 InNormalize呢 它前面会等于 我又写太近了 写圆一点 OK 我们就可以得出 这个Spherical Harmonic 这个我们称之为 Spherical Harmonic Function OK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我在这边有用手写的 抄一份东西 抄在下面这边 在D26的下面这边 这边呢 抄上来了 我为什么要抄这个 还有D26页的 正下方这边 因为这几个公式 在解上面的时候 随时会涌到 无论如何 你就是要非常熟悉 OK 我们把这个Spherical 大致上讲 你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在求解 L平方 我们那个时候 不是定一个L L平方的 这个Angular Momentum的 这个Operator吗 上次上课的时候 还有一个Lz的 对不对 Lz的比较简单 背都可以把它背起来 负Ih bar Partial Partial Phi 对不对 这个会等于什么 基本上就是这个Laplace 没有R的部分 对不对 回下去对对看 最后我们不知道 要求这个的 Igon Value吗 Igon Function吗 它Igon Function是谁 就是Y OK 没关系 我们会再算一次给它看 看大家的眼神 好像都忘光光了 考试威力太强了 一考完就通通都忘掉了 OK 好来 我们现在呢 开始回到我们的 正坐标 真正的坐标系 真正的R的部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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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